翻点地摊果安看家明场面 哈哈哈哈 大姐那件哪我看一下了 嗯 商房保健 哪里来的呀 什么叫黄商风的你可以9万吧 全木头还要这么贵 这里不还有钱吗 还有什么 那你这跟商房保健有什么关系呢 多少钱不贵 20 给你 商房又没吧 嗯 大姐他刚刚叫你啥 商房 这个你那杯子拿我看一下了 秦始皇的卷杯拿稳一点 秦始皇啊 对秦始皇合国酒的杯子叫卷杯 还有什么哈哈哈哈 好家伙这是做的功课出来的呀 哪里来的 木里挖出来的 那叫打算过年 你这过年的地点选的挺明确呗 就差有人成全你了 什么价啊 给你8个打不了8万 高了啊 少一个打不了8块 我跟你这样卖不卖 卖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大哥你那花瓶呢我看看来 乾隆呢小心点 你是不是叫乾隆啊 我叫他 那这花瓶什么价 这这东西一口价300万 你这麦子的比碰子的很呢 跟你讲 去年在北京拍卖会 这跟他一模一样的360万 那可是大哥这个是房的呗 开始清酒 大哥你那葫芦拿来我看一下来 嗯 小金葫芦啊 哪里来了呀 天还再下来了 还有你吗 你咋不如这样长的呢 哈哈哈哈 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天下老金同款啊 你还葫芦娃同款来 多少钱 你要了五百万 你这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餐袋啊 曾经要多少钱 曾经要五百 五块 好卖 哎呀 又发现一个好东西啊 老板 这个碗怎么卖的 不开价十六万 你好好再说一口 多少 十六万 十六万换了豆吗 那你好好看看啊 你要不懂你六呢 以前黄的用的 你可拉倒吧 这明明就是昨天刚做出来的 那你说吧 你看那给多少钱 抹个零 一块六 那小伙子先来给价 行 给你包上 行 给你包上 老板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卖 我这就好 六十卖不卖 我看他也就只个六十 成交 哎呀妈呀 好像还是给多了 这啥玩意呀 乾隆制造的狗头手 乾隆制造 你是不是叫乾隆 你猜 多少钱这个 三万 这个东西没有价格的 不是那个三万的话 你是不是要还房贷 嗯 加于比较困难 这石头应该是国画石 也不是什么潜伦的 应该就是现在的工艺品 对吧 国画石的价格也不高 但是行吗 你带着玩笑个朋友 你带着玩笑个朋友 大概你那个笼章呢 我看下来笼章 嗯 这个在拿好 大秋玉玺 我看一下大青草的玉玺 什么大青草啊 你看啊这冲在这雕工 但有一说一啊 这雕工确实不错 你看这龙雕的 这鼻毛雕的跟真的似的 他不是 你看他说真的 那这打卖的了 想要了一口价 六百万也不给你乱开价 好家伙 今天你这么说 我也不给你乱还价 又时卖不 卖 哇这么大的资料 对这个是琥珀 嗯 琥珀 我怎么说也得十万八万了吧 你知道的话给你两万就行了 两万我看出来了 价格挺 东西真破 真琥珀 你自己砍一刀吧 那 九千八 九千八 你连皮毛都没砍到 30好了 不行 这砍的 砍到大都卖了 差不多了 我觉得没见过这么大的资料 琥珀针不针你也知道 别忘了给带球 好 扫码给我我没零钱 我也就只有现金 再给你一个上 咦小螃蟹 咱们这是多少钱 一千五 这一千五是吧 什么年代的 称带的 称带的 十块钱吗 卖吗 十五块钱不卖 十块钱买个 换你 十五买 买一个 十五块钱啊 来来来转 到底那见哪我看一下 徐福建 这个漂亮 一上手就一股厚重的气息迎面而来 对厚重气息我都闻到了 哎呦你吗 这个打卖的 这个没几十万八万你买不去的 你哪来的呀 这是这个毛山倒是拆下来的 这里面是升贴柱的 为面你看这生发编织 在现在人都编不来的 哦 我看你就挺会编的 好好讲 最低多少 最低八万 八十 多少 八十 那没有的 好少最高给多少钱 最高加你一块八十一 好钱 是我一种单纯 复杂的是人